看到沒有 這種擴板機的畫面跟手感 就是遊戲玩家追求的超低輸入延遲 要買遊戲投影機 這點超關鍵 要打遊戲 來啦 這三台給你選 投影機的重點在於亮度 越貴的當然就越亮 再來是所有人的Tone 你就記住 頻數越小 空間越小 投射筆就要越小 再加一個Nintendo Switch 可不可以直連 有就更加分啦 這台上次講過了 這次直接推這兩台 輸入延遲一樣可靠 光看顯示規格就不得了 DLP德州儀器投影技術 還有0.6吋DMD超大底晶片旗艦用料 全部抖4次上到4K解析度 沒有偏心 這兩台都是LED光源 不用射輪發射 幾乎沒有彩虹效應 任命這些你買4K投影機絕對不踩雷 投影的光源亮度多寡 跟你家環境比較有關啦 最亮的當然是旗艦X3100i 逼近3300NSI流明是真的很亮 再來一點 官網標的亮度很多都是會泛綠光 根本看不下去的Bright模式 換成看電影用的Cinema模式 這個亮度才有意義 但是官網通通不會標 只在科技狗由我把關測給你看 投影畫面要足夠漂亮 暗部就要沉得下去 就得認明FOFO靜態對比度越高越好 兩台表現差不多 將近1000比1 實際看起來暗部有點沉不下去 畢竟都是高亮度機型跟短焦投影機 正常發揮 投射比越小 需要的空間距離就會越小 最需要空間的就是最亮的X3100i 屬於長焦投影機 我也幫你換算好啦 需要拉到2.54公尺 才能投出完整的100吋大畫面 X500i屬於短焦投影機 只需要1.53公尺 就能投到100吋大畫面 怎麼選? 看你家空間最好選 鏡頭調整、縮放越靈活 你的擺放位置就越彈性 旗艦X3100i 鏡頭可以垂直升降 同時支援數位跟光學變焦縮放 彈性最大 自動梯形校正 支援垂直跟水平各30度 自動修正速度就一般般 換過來X500i 鏡頭不能調整位置 但是有支援數位跟光學變焦縮放 自動梯形校正 也是垂直跟水平各30度 這兩台都沒支援最新的傾斜校正 沒那麼靈活 色彩表現 切到相對對準的Cinema模式 加開一般光源模式 X3100i顯示色域 97%RG709 X500i也有92.5%RG709 白片誤差值 校正前這兩台Leota 1 全都大於2 不大於優秀 自行校正後 直接拉到Leota 1小於2水準之內 色彩誤差值也就是色準 校正前這兩台Leota 1 全都大於2 普普通通 自行校正後 全都降到Leota 1小於2 超級厲害 當然表現最猛的 還是旗艦X3100i 如果剛剛你有認真看 就會發現色域我只給出RAG709 也就是SRGB的發射表現 就是因為這兩台的DCI-P3顯示 都只能在HDR模式才能被激發 剛好我手邊儀器測不出來 不過我敢掛保證 只有旗艦X3100i 才有夠水準的DCI-P3表現能力 S500i的顯示能力 頂多讓畫面提高色彩飽和度而已 播放好萊塢電影就有點弱啦 但是拿來湊打遊戲 完全OK 總的來說 X3100i亮度最高 發射最好 但它需要投放的空間也是最大 X500i鏡頭可調性普通 但是有非常低的投射比 小空間頻率完全夠用 而且這兩台都有非常好的校正體質 調整之後 誤差值可以降到Leota 1小於2超準程度 來看電影跟專業用途 這肯定是打拇指的啦 BenQ遊戲投影機體積差異非常明顯 X3100i方方正正一台重量也最重 X500i長方形設計 重量輕了快一半 磁鐵按鈕兩台一起看 都有一顆電源開關鍵 一顆訊號輸入切換 中間圓形的方向鍵和OK確認鍵 再來是返回護教選單 還有ECO Blank投影畫面關閉鍵 最大不同在於X500i還額外多了一顆 模式按鈕跟一排LED指示燈 這兩台都配備一組鏡頭縮放圈 和對焦圈撥桿 給你手動對焦跟光學變焦縮放畫面用的 都不支援自動對焦 IO部分 先看X3100i 先是兩個4K60的殘寫HDMI 2.1 其中一孔HDMI支援ERC 一孔3.5mm AUX-OUT音訊輸出 再來一孔X3100i獨有 連動布幕開關的12V觸發接孔 一孔獨檔用的USB-A 2.0 一孔光纖音訊輸出 一孔RS-232控制接孔 再來看過來X500i的IO接孔 先是一個3.5mm音源輸出 一個RS-232控制接孔 一孔獨檔用的USB-A 2.0 接著兩個4K60的殘寫HDMI 2.1 HDMI 2支援ERC 再來是一孔光纖音訊輸出 這兩台接孔差也不大 所有的HDMI也都支援HDCP 2.3 不過最大差別 是X500i才有的能PD5W供電 支援DP Auto Mode協定的USB-C Dintendo Switch也能透過這孔 直接輸出畫面和聲音 還能同時供電 不用再透過任天堂原廠底座喔 卸下飾板 裡面就是BenQ QS02Android TV電視棒的專屬位置 一條供電用的工頭Micro USB 跟工頭的4K60 mini HDMI 這兩台電視棒都一樣規格 沒什麼問題 BenQ這兩台都靠這一支最新的QS02電視棒 跑出正規Android TV11 和正版Netflix 4K HDR規格 Google Play商店和Google援助理也都基本的啦 但也就是這支在耍笨 沒辦法依照影視規格 自動切換SDR和HDR模式 每次都要手動調整很煩而已 手機投放可以跑Android和iOS鏡像投放 也有正規Compet Built-in 不過就不支援正規Apple AirPlay 2了 那這兩台都一樣 附同一支白白胖胖的投影機遙控器 支援按鍵被關和語音麥克風 也有藍牙控制 隨便對著按哪裡都可以遙控 還可以同時操作Android TV系統和投影機選單 也支援CEC可以控制外接出來的Apple TV電視盒 而且這兩台都只需要再配一副DLP主動式3D眼鏡 就能成為3D 4K投影機 看立體畫面這肯定是打拇指的啦 影音規格的動態範圍 這兩台都只有基本的HDR10和HLG 不支援次世代的HDR10 Plus和WVision 畢竟是遊戲定位和高階劇院投影機支援度還是有差 推薦模式大公開 聽好了 如果你是看一般最常見的SDR影片 就選Cyna影像模式 再把光源切到一般 這樣就是看SDR內容的推薦模式 那如果你看的是HDR影片 就需要手動切到HDR10影像模式 再把光源切到動態 這樣就是看HDR電影的推薦模式 BenQ也配有HDR Pro影像技術 讓對比更加強 有這兩台的都可以照著推薦模式使用 而且HDR畫面不會過曝跟過暗 PQ映射可以給過 當然純看SDR內容表現還是最棒的 前提是要先做色彩交正啦 如果要打遊戲的話 除了剛剛說的 還多了RPG、FPS、SPG這幾個模式 不同的遊戲類型會有不同掉線的影像模式 所有模式的輸入原池都非常低 玩遊戲就隨意切 切到你看哪個最爽的就切哪個 這裡我沒太多建議 重點就是你玩HDR遊戲光源開一般 HDR遊戲記得要把光源開到動態 這非常重要 因為這兩台都不會自己切光源 擠住了齁 膚色驗證環節 這兩台預設出場 女演員的膚色會比較偏白 色彩交正之後 膚色更紅潤 看了心情也更好 這個膚色環節 每次都是我花特別久的時間 細細比對出來的 非常辛苦啊 超級感謝 記得斷內 洋戰區外放有兩顆5W Tribolo 技術調教的全音域單體往外發聲 音效處理 最高只有LPCM立體聲音效 不支援杜比和DTS編碼 最推薦的音效模式是劇院模式 不過聲音真的太弱啦 還是建議外接劇院或森巴比較夠力 兩台都一樣 投影機的HDMI-ERC 在BenQ這邊叫做Audio Return Plus 記得把音訊輸出格式設成RAWPLUS 就能傳輸杜比和DTS無損編碼 讓外接聲霸擴大機解出Dolby Atmos 跟DTS-X最頂音效 X3100i跟X500i都是一樣的 這兩台投影機的內建串流支援度 在看Netflix、Disney Plus、MyVideo 通通都是4K HDR加上LPCM立體聲音效 Apple TV Plus和PriVideo規格一樣 只有YouTube有4K 60 HDR 音效一樣是LPCM立體聲外放 如果外接聲霸或是擴大機 Netflix、Disney Plus、MyVideo 都可以支援Dolby Digital 5.1環繞 Apple TV Plus、PriVideo、YouTube也是一樣 支援4K HDR還有Dolby Digital 5.1解碼發生 這過後就出在QS02 這支電視棒本身不支援Dolby Atmos解碼 來一台Apple TV 4K還是最佳好夥伴 接上Eggotbox X看一下遊戲機能 最高能夠輸出4K60、2K120、1080p120 三種解析度 全部都支援HDR 視訊模式裡面只有6個選項可以打勾 不支援ALM、VR和Dolby Vision 影片必正度建議開到標準10p的選項最OK Eggotbox音效也就只有 最基本的LPCM立體聲音效 兩台都一樣 索尼的Presentation 5一樣可以跑到4K60、2K120 還有1080p120三種解析度 全部都支援HDR10 電競機能支援YUV422色聲 不支援VR可變更新率和ALM 色彩格式最高有到YUV444 8bit 音訊格式投影機的外放揚真器只支援LPCM立體聲 需要外接擴大機才能解除PS5的Dolby Atmos全景深音效 兩台都一樣 換成Windows PC就可以跑到4K60、2K120 還有最猛的1080p240Hz超高刷新率 全都吃得到 所有解析度震率也都支援HDR10顯示規格 但是VR可變更新率就都不支援 兩台都一樣 插AMD顯卡 色彩格式最高可以到RGB 8bit 換NVIDIA顯卡 最高也是RGB 8bit全範圍 這就是這兩台殘寫HDMI 2.1的正常表現 驗證成功 再來拿Mac mini M2 Pro做Mac OS支援驗證 插HDMI孔位可以跑到4K60Hz 還有720p120 只有透過X500i才有的USB-C走DP協定 才能有2K120 全部震率都能啟用HDR高動態範圍顯示規格 不支援VR可變更新率 色彩格式最高YOV444 8bit 有High DPI功能 休眠喚醒也OK 幫你驗證過了沒有BUG X500i的USB-C DP接孔 影音速度規格都和HDMI差不多 連天都Switch也可以直接插C孔 輸出108MP解析度和立體聲音效 不需要再透過任天堂原廠基座 不過C孔只有5W充電會緩慢掉電 當然要外接iPhone15打手遊 追劇也是可以囉 G2G反應時間 比照DLP投影機只有0.1毫秒非常及時 遊戲投影機的關鍵輸入延遲也就是按鍵的跟手感 實測4K60這兩台都是16.7毫秒可以給過 其他的延遲數據官方也有給答案 總之就是刷新率越高輸入延遲越低啊 透過ERC外接聲霸 這兩台遊戲投影機聲音都不會有延遲問題 板機一扣槍聲就會響 真的是玩過用過才知道這種即時性的爽感 玩家要的作弊功能FPS實質瞄準線 這兩台都有 兩種樣式可以選擇 還能夠微調準心位置 細節調整一共有三段 可以把暗部細節拉亮 躲在暗處的敵人也會無所遁形 恭喜你 看得很累 我也測得很辛苦 我就問全台灣評測有誰這麼詳細的 一次兩台測好測滿 絕對有篇有劇沒有亂吹 不會亂洗地啊 那如果你不懂挑遊戲投影機 這片評測絕對受用 不過今年的投影機 還是沒能看到滿寫HTMI 2.1 也是可惜啦 那兩台到底怎麼選 點展明燈 價差兩萬多 就能拿到多兩顆頭的投放亮度 更廣也更精準的發射能力 靜態對比度就都差不多 最大的不同 還是在投射比例 跟有沒有任天堂遊戲機直連的USB-C接口 這表格一列你就不會選錯機型啦 那如果這兩台4K遊戲投影機 都還不能滿足你的胃口 千萬不要忘了之前蘋果的X300G 有自動對焦跟最有彈性的T型交正 和超猛內建揚聲器 也都有C10X Change 這個BenQ自家的好棒棒遊戲設定 記住啦 BenQ X系列機型 輸入延遲全都低於20毫秒 手把絕對break 這些都是我親自驗證合格的遊戲投影機 而且LED光源壽命3萬小時 不是燈泡機型 就沒有嚴重的發熱跟壽命問題 這肯定是大拇指的啦 我是科技口醫生 這集是BenQ 4K遊戲投影機大亂動 掰掰 x football game x football game by bwd6